我们接下来再将目光转移到香港 香港一家专门出版在中国大陆背禁书籍的书店 也就是铜锣湾书店 近月来有五名员工接连失踪 这件事情如今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且失踪者之一李波的一封亲笔传真的出现 也让案情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下面我们连线密切关注此事的香港支联会主席 立法会民主派议员何俊仁 请他来谈谈最新的情况 何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两天关于李波失踪的事情 似乎又出现了这个剧情的反转 就是李波书店的同事周日收到了一封 说是李波手写的这个书信的传真 上面说自己由于急需处理有关的问题 所以采取自己的方式返回了中国大陆协助调查 那么李波太太根据字迹判断说 她认为这封信是真的 所以去香港警察局销了案 大陆方面也就借此说 外界对于李波失踪的种种传闻 都是这个无端的猜测 那么对于这件事您怎么看 您相信李波是自愿到中国大陆去协助调查吗 那这件事当中是否存在一些疑点呢 我相信在香港有合理的人都不会相信李波是自愿的回大陆 首先他当天非常清楚 他的书店的好几位股东跟经理 负负责人都在大陆给拘留了 尤其有一会可能是在泰国给人带走 送回大陆去 所以他已经跟人讲过 如果他现在回大陆是非 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冬天其实他是去这个 他书店的这个货倉那里啊 大概是应这个客人的要求 把一些书啊 交给这个客人 做个节目的教授 其实当天他跟他太太 已经讲过他晚上会回家去晚饭 那么他的违章证都留在家里 没有理由突然他会决定离开香港 回到大陆去 连电话都没有一个 或者当天晚上很晚的时候 他的太太才收到他的电话 说他要在大陆啊 有些事情要处理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奇怪 是没有这个可能会发生的 现在他这封信啊 不但是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答复 而且给我们呢 有更大的怀疑 首先现在很清楚了 他是已经身在大陆 因为之前有人还说 他虽然是用大陆的电话 打电话给他太太 他有可能人还在香港 现在结果没有疑问了 他现在是人在大陆 第二他现在是在协作这个公安 处理这个事件 所以他在公安手里 他在帮助处理这个事件 他说他选择用自己的方法回去 这是很清楚了 就是由于他太太已经暴力警 警方已经确实是没有他的离警的记录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 这个大陆方面没有办法去否认 他是合法的离开香港跟进入这个大陆 所以现在他提问最终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我用自己的方法 那就是说这是我的决定 我的假认 我没有给人绑架 他现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 我们是很有理由相信 李波跟他的太太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现在要用这个耐地有些人 忧愁他的说法 为他们解脱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李波在信中说 他是到这个中国大陆来配合警方的调查 那不管是不是他自愿到了中国大陆 具体来说他到底是在配合什么调查呢 大陆方面到底在调查什么呢 首先他五个人 先后在几个星期 大概一个月之内 西中 现在全部都在大陆 有三位他的家人是在大陆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由于他的家人受到压力 所以要求他们回大陆去协作这个调查 另外一位这个贵先生 他听说是在泰国 其中的 那现在这个问题 由于这五个人 在共同的地方 这些全都是铜锣欢书店的 胡家人 武东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个铜锣欢书店 都是很有名的 卖很多禁书 这些禁书啊 都是常常 占有很多 有关大陆的 这个门梗的消息 从来我相信 大陆方面有权的人 都是很对这本书 对这个书店 所发行的 销售的书 都很有意见的 最重要的一点 我相信 不单是他们销售 这些禁书 而且他们有一个聚留 聚留出版社 他们不单是销售 而且他们出版 出版之后 可能是他们有一个网络 去收取一些比较敏感的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来源是哪里呢 大概就是现在公安要找出来 所以现在他们把他们抓住 就是要求他们供出来 是谁给他们这样的消息 现在他们听说 在1317年卖了很多书 所以说十万 甚至是更多的书 我就说唯本 所以现在是一个很 在大陆来讲 是觉得 这些进书 给他们带了很多烦恼 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现在他们要解决 您所在的这个香港民主派团体支联会 一直在高度的关注此事 不久前还举行这个游行抗议 向香港政府施加压力 并且要求北京做出回应 那么在李波的太太销案之后呢 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 发表了一篇社评 就说李波的事件 是有人在背后炒作 是在破坏香港和内地社会的团结 文章当中的原话是说 这个激进的反对派 在把香港社会极力往邪路上推 那么对于这种说法您做何回应呢 您本人和支联会 为何会高度的关注李波的事件呢 另外您认为像支联会这样的团体 对 像支联会这样的团体 到底在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当中 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很简单 我们是作为一个香港的组织 我们这个也是很多都 是香港的立法会议员 当然是我们是非常关注 香港居民的人身安全 一国冷治高度自治这个大陆政策 一点最重要的一个理性的一个政策 就是在内地的法律 不能在香港生效 香港只是使用香港本地的法律 第二点就是大陆的司法人员 是不能来香港执法 不能来香港抓人 那是很进步的 无论是香港或者是大陆中央的 政府的官员都有这个清楚的共识 如果现在它可以说 中央或者地方的官员 可以直接或者通过一些伴侣人 在香港抓人 把它非法送回大陆 那么我相信香港人 对一国冷治的信息 马上崩溃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你说我们是怎么 我们有这个能力吗 在这里看整个香港体动的这个事情 还有国际的权利 美国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在哪里 现在这个环球时报 不但不去好好的针对这个问题 要求这个中央或者是地方 相关的政府或者部门 做出解释 反而骂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的人 老我我现在完全颠倒是非 完全不能帮助解决 现在香港很多人的 形成的危机 现在最重要一点 就是香港政府已经知道 他们有一个人去要求 大陆方面给一个说法 给一个解释 尤其是现在有几个香港人 据报导是在大陆给逮捕 根据两地 就是香港跟内地的一个协议 就是如果香港居民给逮捕 七天之内 他们应该通报香港情况 那么现在起码有一个人 已经给逮捕超过一个星期 李波 李波差不多也一个星期了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通报 到现在我们香港政府问他们 究竟李波是不是在你们哪里 究竟是什么情况 其他人 到现在 警员都没有一个关系的回应 跟这个答复 你看 为什么可以弄成这个样子 这个中国大陆里面 哪些相关的部门 相关的官员 究竟他们 还有没有一点的 应该尊重的法律的账人 他们应该也好 起码就是应该做好一个 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回复 关于大陆方面 这个作合回复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事件的最新进展 谢谢何俊仁先生 在香港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